和灭霸打过架的都知道 在复联三中灭霸集齐了了六颗无限宝石 打响了让宇宙一半生灵消失的响指 这一战复仇者们损失惨重 一同参战的也都发现 有两位超级英雄没有到场 蚁人和鹰眼 那么此时的蚁人在做什么呢 原来在美队三内战中 蚁人因为战边美队违反了索克维亚协议 便被强制软禁在家两年 每天就是在家陪伴女儿玩耍 一旦发现越界就会出发主报 佛伯勒立马就会上门进行一番搜查 而此时虽然灭霸已经入侵了地球 但蚁人距离行满释放也只有三天了 他是哪儿也不敢去 只想安然无事地度过这几日 而就在这天 蚁人在洗澡时突然进入了梦境 在梦中他再次回到了量子世界 而且还在里面与一个女孩玩游戏 这时他一转头突然发现 自己变成了博士的妻子模样 猛逼的蚁人很是猛逼 事后他便将这个梦告诉了博士 而到了晚上 正在吃饭的蚁人就突然被莫名扎了一下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女友霍普的汽车上 这可把蚁人吓坏了 因为他再过两天就可以解除监禁了 这被佛伯勒发现可就糟糕了 但霍普却告诉他 不用担心 已经安排一只大蚂蚁模拟蚁人的日常生活 不会被佛伯勒发现 而为了防止不被室外监控发现 他们驾驶的汽车也是缩小版的 这样的交通工具想不想来一辆 到哪都不会堵车 随后霍普带着蚁人来到了一栋大厦 只见一群蚂蚁在这里辛勤劳作 跟随博士研制了一台量子隧道穿梭机 原来蚁人刚才在梦境中幻化成的女人 是博士的妻子珍妮 也是初代黄蜂女 多年前 两人在一次任务过程中 为了阻止一枚核弹降落在城市 珍妮指的冒险化作亚原子大小进入核弹内 虽然最后成功进入了导弹里面并破坏了其结构 但也导致自己不断缩小 最后进入了量子世界 从此也再没有回来 博士一直尝试将珍妮拯救出来 但始终没有思绪 直到蚁人斯科特的出现 在之前与光头黄蜂战士大战时 蚁人也将自己无限缩小进入了量子世界 而意外的是蚁人竟从量子世界穿越了回来 这也为博士将珍妮从量子世界带回来带来了希望 只要能知道妻子所处的量子世界坐标 就能通过量子隧道将珍妮带回来 而就在昨日 博士尝试性打开了量子隧道试图能够联系到珍妮 而就在实验的五分钟后 蚁人就打来电话 并说出了只有珍妮才知道的一些童年记忆 这让霍普意识到 这一定是珍妮通过蚁人大脑中留存的量子能量在传递信息 而眼下要顺利启动量子隧道带回珍妮 还需要科技贩子手中的一个稳定器 随后只见博士拿出一个小盒子 接着从里面拿出其中一个玩具汽车 按钮一按汽车瞬间变大 但蚁人表示 现在自己还处于监禁状态 不能抛头露面 自己可以在室内等你们回来 结果博士直接将一栋大厦变成了行李箱般大小 随后他们就找到了科技贩子桑妮 结果在交易时 桑妮却告诉霍普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真实身份 以及想要这东西干什么 要想拿到这东西 就必须让我加入你们才可以 无奈之下 霍普只得假装离开 而下一秒 只见霍普变身黄蜂女偷袭了桑妮他们 而这套服装显然比蚁人的更为先进 还配置了武器装备和飞行翅膀 来去自如地变大变小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这些小喽啰 完事以后 就在霍普准备将稳定器拿走时 一个神秘幽灵突然冒了出来 试图从中抢走稳定器 面对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 霍普一时也有所招架不住 危急时刻 蚁人决定前去帮忙 博士将一件半成品蚁人战斧给了他 只见蚁人一个帅气的出场一脚下去 就将对方踢飞了出去 可等两人再回头 幽灵人就不见了踪影 原来这是幽灵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那人已经找到博士 并趁机抢走了博士的实验室大楼 而等霍普他们赶来时 对方早已经逃之夭夭 面对如此局面 博士表示 如果能找回粗袋蚁人战衣 就可以将里面调节器的衍射器 改造成一个追踪器 从而反向追踪到实验室大楼的位置 幸运的是 蚁人在复联内战后 并没有销毁那套战衣 而是在自首前将其藏在了女儿的奖杯里 于是蚁人和霍普连忙潜入学校 可是由于蚁人现在穿的这套战服是半成品 简直不靠谱的不得了 关键时刻竟变成了小孩模样 然而下一秒就居然变大 好在霍普帮他打开了调节器进行了一番调试 可还没等他刚恢复正常 结果又一次变成了小学生模样 无奈之下 蚁人只得披着衣服一路狂奔 趁着还没有人在教室赶紧将东西找到 结果因为个头较小根本够不着 好在黄蜂女霍普及时变身 随后他们从女儿书包中的奖杯中 找到了那身初代蚁人战服 而博士也顺利通过改造追踪到了幽灵女的位置 事不宜迟 几人当晚便来到了目的地 博士则留在室外进行远程监控 黄蜂女和蚁人悄悄溜了进去 这时他们以为幽灵女在密封舱里正在睡觉 在找到被缩小的实验室大楼准备拿走时 幽灵女突然现身直接将两人打晕了过去 等他们醒来 发现已经被捆绑在了银上 就连博士也被绑在了这里 原来幽灵女叫艾瓦 她的父亲和皮姆博士 曾是一起在神盾局研究量子技术的同事 但由于两人理念不合 博士便将艾瓦父亲赶走了实验室 于是他便自己继续研究量子技术 而一次意外导致实验失控发生爆炸 整座实验室大楼灰飞烟灭 她和妻子当场隐秘 只有艾瓦一人存活 可她的身体却发生了变异 肉体变得像幽灵一样飘忽不定 拥有了超能力一般的身体 而这也导致自己成为了神盾局的试验品 他们把艾瓦当作武器对待 在神盾局下台后 福斯特博士收留了艾瓦 建造了这个密封舱来延缓她的病情 但现在她体内的细胞 已经对这个密封舱产生了抗体 密封舱已经无法再继续让她维持肉体 而如今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拯救艾瓦 由于博士妻子珍妮在量子世界生活了30年 她体内一定留存了不少量子能量 只要能将珍妮体内的量子能量提取出来 就可以修复艾瓦身体的分子结构 这可把博士气坏了 因为这样可能会撕裂珍妮 危急时刻 皮姆博士假装心脏病发作 霍普随机应便让对方去拿药给父亲吃 福斯特信以为真 而就在她拿到药瓶时 突然从中冒出一群大麻 几人也得以抢走实验室大楼并顺利逃脱 为了安全起见 几人将实验室大楼搬到了郊外的一片森林中 装置好稳定气候 在博士的一番操作下 量子隧道也随机运转了起来 可没一会儿 机器就停止了下来 珍妮在量子世界的坐标也没有投射过来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无望时 蚁人突然被博士的妻子附身 在机器上修改着程序代码 一旁的博士立马感觉不对劲 随后在珍妮附身的蚁人操作下 量子隧道再次重新启动 前面的量子面板也开始重新组合 并很快确定了珍妮在量子世界的具体坐标 珍妮告诉他们 需要在两个小时内找到我 否则就要再等一百年 而就在他们准备启动时 蚁人的好友路易斯打来电话 他告诉蚁人 昨晚那个科技贩子桑尼突然抓住了我们 并利用真言计获得了你们现在的位置 现在佛伯乐正在前往你家的路上 必须赶紧回去 幽灵女也在前往你们实验室大楼的位置 得知这一情况后 可把博士气坏了 他们不得不关闭机器 而蚁人则连忙乘坐蚂蚁往家中赶去 与此同时 蚁人的前妻带着丈夫和女儿也来到了他的家中 女儿四处寻找爸爸 结果在浴缸里发现一只大蚂蚁在洗澡 女儿瞬间瞄懂 而就在这时 佛伯乐也来到了蚁人家中 女儿连忙堵在楼道中为蚁人拖延时间 而就在佛伯乐冲到上面时 蚁人也在此刻赶了回来 化解了这一次危机 与此同时 皮姆博士和霍普也正准备撤离 结果刚把大楼缩小后 就被一群佛伯乐围了上来 而由于他们没有准备好蚁人战斧 最后只好束手就擒 被佛伯乐带到了警局关押了起来 同时警员在没收博士的实验室大楼时 幽灵人艾瓦也突然冒了出来 将量子实验室大楼给抢走了 而霍普这边 掏出事先藏好的发卡打开了手扣 随后他又拿出缩小飞镖仕图 将这堵墙给缩小从而逃出去 而就在他准备扔出自己 霍普的黄蜂战斧突然冒了出来 头顶上也全都是蚂蚁 霍普一猜就是以人斯科特赶过来 随后又扔出一套佛伯乐的保安符给博士 就这样他们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随后以人变出一辆汽车将两人给接走了 而为了寻找到被抢走的大龙 博士利用蚂蚁寻找气味的方式为他们指引方向 只见无数蚂蚁在前面用箭头为他们带走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 得知消息的路易斯也一同跟了过来 而此时艾瓦这边也已经准备就绪 可机器突然就停止了运动 原来是博士他们操控着无数蚂蚁将电线给打了下来 艾瓦则连忙穿上战服跟随蚂蚁的踪迹来到了外面 却不料这是他们的吊虎离山之计 而此时福斯特也已经被几只大蚂蚁团团围组 博士则趁机穿上了穿越量子隧道特制服装 乘坐上穿梭机启动了量子传送程序 而蚁人这边则遭到了艾瓦的偷袭 他还想变身抵抗 结果战衣按钮又出了故障 无奈之下只得四处躲藏 关键时刻 大蚂蚁按下了缩小按钮 实验室再次变成了手提箱大响 而蚁人此时也按下缩小按钮逃离了出去 随后他们带着实验室准备撤离 可不料半路又杀出个成咬精 之前的科学贩子桑尼又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试图抢夺他们手中的实验室 霍普随即一个紧急转向调导 而对方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危急时刻 霍普直接将驾驶中的汽车缩小 接着来到对方车底下进行电打 直接将气撞飞了出去 然后再来一次缩小 这可把对方打得措手不及 这时蚁人也打不过来 霍普则来到后面朝着杀手 把手缩小飞掉 而就在这时 幽灵人艾娃也追了上来 利用特殊的身体自由穿越到春 抢走了量子实验室大路 为了阻止对方 蚁人飞到艾娃车窗前 将自己变成大个身体 一记重拳干晕艾娃 霍普则趁机抢走大路 不料又遭到了桑尼的撞击 趁机抢走了实验室大路 而就在这时 蚁人的半成品战斧再次施力 无奈之下 蚁人指得将汽车荡成滑板去追桑尼 而另一边 桑尼这边的杀手 为了找到将实验室放大了一个武器 正朝着路易斯这边追击 危急时刻 路易斯按下缩小按钮 直接将对方耍得团团转 而蚁人这边 划着卡车追到了桑尼 桑尼后面的小弟还想朝蚁人发射攻击 不料被蚁人一指弹弓盘飞了出去 桑尼连忙抱着实验室大楼朝着小胡同跑去 而蚁人由于体型过大背倒在外面 等他绕路来到广场这边时 却发现桑尼已经登上轮船远去 蚁人着急地不断按下缩小按钮 最后终于成功变身成了蚁人状态 他随即召唤飞蚁准备飞到船上 不料一只只飞蚁都被海岸的海鸥吃掉了 好不容易搭上一只 结果在半空中又被海鸥拦截吃掉 最后掉落到了海里 然而就以为已经没救世 海面上突然冒出一个蚁人版奥特曼 轻松从桑尼手中抢走了实验室大楼 可由于变得过于巨大 导致体力消耗过大 刚把实验室大楼放在岸边 蚁人就在海里晕厥了过去 而另一边 博士也顺利进入到了量子世界 并找到了失散三十多年的妻子珍妮 开始驾驶穿梭机返回现实世界 而蚁人这边 眼看已经晕厥在海里 好在霍普及时飞了过来 再潜入海底后帮助他修复了调节器 成功将他救了上来 而此时艾娃也突然赶了过来 直接抢走了路易斯手中的放大遥控器和实验室大楼 随后一个按钮 大楼瞬间便大助力在海边 艾娃则趁机来到实验室大楼 开始吸取珍妮体内的量子能量 正处在量子世界的珍妮身体也随即出现了异常 眼看珍妮就要被艾娃索杀害 危机时刻 霍普和蚁人及时赶了过来 连忙拔掉了能量吸收管道 双方随即撕打一起 好在这时博士带着珍妮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蚁人连忙便大将瘫倒在量子隧道中的霍普博主 珍妮和霍普母女两人时隔三十多年也终于相见 此时珍妮看到幽灵形态的艾娃后 立马就来到她的身边 将自己体内的量子能量传送给了她 帮助她稳定住了她体内的分子结构 而就在这时 路易斯赶来告诉他们 佛伯勒已经朝这里赶来抓捕蚁人 危急时刻 蚁人使出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 等佛伯勒来到楼下时 只留下一个空有皮囊的超大战衣 佛伯勒又随即朝着蚁人家中赶去 不料蚁人早已提前回来 正淡定地在那弹奏着乐器 面对如此场面 佛伯勒虽然不太相信 但也不好说什么 恰巧蚁人的两年监禁也已经到期 佛伯勒也只好为他解除了脚损 而在故事的最后 博士他们又利用汽车制作出了一个便捷式量子隧道 这次他们让蚁人再次进入量子世界 从中提取更多的量子能量进行研究 可就在他准备返回时 无论怎么呼叫对方都没有了反应 原来此时灭霸已经收集齐了六颗无限宝石 全部都因此消失了 蚁人斯科特也因此被困在了量子世界 直到五个小时以后 一次意外 蚁人才得以从量子世界穿越回来 而此时的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了五年 关注时说隐瞒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